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现在呢 中央呢是直接安排了十万亿元去换债 有的人说化债 这个词是不对的 不是化债 是换债 从2024年开始 我国将连续五年 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八千亿元专门用于化债 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四万亿元 再加上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六万亿元债务限额 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十万亿元 也就是11月8日下午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合播会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鸿才在发博会上介绍 这次会议通过表决中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国务院关于提醒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 议案提出 为冠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 建议增加六万亿地方政府债务 限制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那么下面巴辣巴辣的那一大堆 我就不说了 这个呢 主要有专家说就是这个钱呢 它是比如说化解成头公司的 这个我们讲就是说 它的这些债务 可以让它去轻装上证 主要就是这个嘛 因为中国过去都是不是搞这些大基建的吗 对不对 成头成头不就干这个事 那么这个政策下来呢 其实很明显 外部呢 是跟美联储的降息呢 搞对抗 那么美联储第一次降息 我们宣布 挺股市 第二次降息 我们就宣布就是搞这个地方债 那么 有网友说的挺好 叫做 这个债务呢 由全民来承担 你十万亿平均到十四亿人头上呢 就是每人负债七万 每个人都负债七万 那么 全民来担 这些地方债 那么 发展也要什么 雨露均沾啊 对不对 你九年前 那一波涨价 房地产市场 为了去库存 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现在 每年人口出生才几百万 对不对 还有有的时候听到国家的高层啊 讲了一些话 也让人挺悲伤的 什么叫不养懒汉 不搞什么西方式的福利主义 就是让人一听也是如晴天霹雳啊 那不就是永远咱们都得当驴拉末啊 是吧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你 你这个 其实有很多的钱 要落到老百姓的身上 去解决一些实体经济的问题 当然 现在 他不会直接发给你钱 但是他在股市里面 他在这样子 帮你再这样涨上去 对吧 让外资的钱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什么 你赚到的钱 可以外资进来的钱 你逐步的 你先去拿出去花吧 对不对 然后政府 以这样的状态 去化解地方债 我觉得 这个举措 这个叫 这个其实用化债这个词 其实是不太准确 应该用换债这个词 因为它是发行的这些债券 对吧 所以说这个叫换债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说 马斯克 在这个 今天讲说 美国要削减地方 要削减这个开源截流 对吧 开源截流 因为美国政府 这样下去要破产了 没钱了 其实中国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中国也是 中央政府手里 有一些钞票 但是地方政府手里 基本上是没钱的 都是欠债的 而且东南六省养全国 东南六省现在 也都是负债的 除了一个上海 可能赢于一个 一千亿 人民币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整个 我们的发展 说句实在话 有点太快 就是对老百姓的 这些关怀 还是远远不够的 就是说 我们是参与了 这个社会的发展 参与了民族复兴 但是我们也要 语录均战 也要获得一些红利 共享一些红利 希望这些年 往后的这些年 能够逐渐改进 对我们这个福利 稍微多一点 对不对 知道姐姐姐一些 看命的问题 国家这么有钱 是不是 你说看病 谁他妈的愿意吃饱了 没吊事敢愿意 去生个病呢 是不是 但是说生病 这些医疗资源 或者看病什么 这个东西 好好给它解决解决 对吧 上学的问题 养老的这些问题 全部都要去 让中央政府 去想办法去解决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 在地方上呢 确实是要进行 这个比较现代化的 比较科学合理的 这个财税监管制度 不是说资金 财政管理制度 就这些钱 它流向哪里去 对不对 你这些钱流到哪里去 怎么花 怎么用 都是要有一个 很严谨的一个 审计体系 对吧 你看看 这一次江西 这个软逼穷的地方 对吧 它的上劳县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它的这个 万年县 这个基布圣诞的地方 对吧 这个 它的县委书记 毛奇 跟这个下属 李佩霞 靠逼 对吧 靠逼 靠出来事情了 最后两个人都被双规 双开 然后呢 李佩霞 我看到说 今天曝光出来说 受贿一百四十多万 一个 屌逼穷不拉屎 鸟不拉屎 鸡不胜在的 穷逼 穷乡辟朗的 一个 乡党委书记 能受贿他妈的 逼一百多万 那这个 全国有多 有多少 她妈是在这里受贿的 受贿 无非就是这些功臣 对吧 尤其是在中国 很多地方上 有些 有些港币样子 对吧 干什么 像贵州的 什么水丝楼 湖北的关公 什么像 什么牛郎织女像 缺义尼马 个逼一的 这些都是些 什么软软东西 建这个东西 干什么呢 啊 听说那个水丝楼 花了三百个亿 我操 太猛了吧 你建这些软东西 到最后 它 这个什么 独山线 是吧 你这个软地方 那比上楼 是差了 远天八只脚的地方 你都花这么多钱 对不对 所以说 中央要控制地方 这种举债 这些钱 资金的流向 到底是什么 要给 玩玩全天 给它监督住 对吧 你们公务员的收录 该公开 公开 对吧 一个国家搞得这么 周周阴影的 干什么呢 大家说 是不是 啊 所以说呢 他这个 你看他一个 向导委书记 都能探这么多的钱 还有呢 帮王帅 探了那都是天文数字 啊 当然把他们给宰杀了 把这个钱给他拿出来 也是有这个必要的 国家也没钱了 老美呢 是他们整他妈富豪 尤其整中国这种富豪 莫说俄罗斯人的钱 中国呢 也要把贪官的钱 都给他 都给他整了 都把他 把这个钱给他吐出来 不宜直财 对吧 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举措 这个政策 它还是属于是在 严格约束 地方 就是举债这件事情 啊 所以说呢 很多地方政府没钱 最近也搞了一个什么 远洋捕捞 马比的 搞啊 搞得沸沸扬扬的 对吧 这个异地执法 啊 稍微某个人 啊 你像这个广 广州有一个什么 有一家这个公司 马上要上市了 叫一什么的一个 一家公司 啊 也是因为 有些什么涉案资金 给人家全公司的资金 都给他冻结了 导致人家 人家上不了市 对吧 有的这个二手车行 啊 人家用账款 买了一辆车 那商家又不知道 他的钱是什么 账款 还是 还是 还是什么款 对吧 他又不可能去做收入调查 他也没有这个权限 对吧 把人家整个 整个二手车的这个 啊 店都给人家冻结了 主要就是湖北和湖南 这两个软地方 啊 两个两个软地方的 这些警察 啊 在门到他们珠三角 到他们长三角 这个地方来执法 远洋捕捞 啊 在门来来搞 他们这些企业的钱 你们你们这些 沿海城市的地方 钱挺多的嘛 可能人家 在内地销售个什么东西 出现了 一些产品正常问题 或者说 啊 有些这个资金上 可能 啊 有某些款 是一些贓款 大公司也不知道 就把人家 公司给他冻结了 然后组织这种警力 啊 跨省警力 啊 甚至一两会动用 一两千名警察 在门跨省去把人家的 啊 这个工厂给他 封了 给他抄了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对不对 啊 你这是一种 是一种什么行为 这严重 捞乱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 对不对 所以我也 老门也说了 这国家养那么多 公务员 你中共 挣的他妈 缺钱 这些公务员 他妈开掉他妈 一半 就可以了 要这么多公务员 干什么 对不对 啊 要那么多窗口 干什么 有的时候 你现在去那个窗口 半达大街市民 去看看 空空卢野 都他们坐那边 玩手机呢 你养这么多 闲闲的能等 干什么 要这么多板凳桌子 干什么 对吧 啊 要这么多酒囊 饭袋 不干事的 干什么 通通都给他 开掉 太多这种部门了 天天都是让他们 中国人民 天天屁儿 干一起 当驴拉末 去养他们 这些 这些先人 你养一些 真正干事情的人 是应该的 对吧 你养我们的军队 养我们的一些 啊 有识之知识 肯为人民 肯为这个 老百姓服务的 那这种人 咱们去养养 也就OK了 啊 你只能养那些 像什么 李沛下 毛喜这种呢 妈那个 毕业天上班 在那靠 靠毕的 啊 这种人去养他干嘛 说这个道理吧 啊 还搞这个远洋捕捞 妈 这个搞这个 发改为主任 曾山姐都出来讲说 啊 不能不能这样子搞了 对不对 啊 所以说嘛 这些这个地方 瞎搞八搞的 有的很多人 还喜欢搞一个 政绩工程 修一些不该修的马路 造一些不该造的桥 最近这两天 有一个逼火 不是在受什么 一个贪官 那不是他们的 还为了政绩工程 为规建轻轨 你不 你不满他们 一千万人口的城市 你建什么 他妈的轻轨 建什么 他妈的地铁 对吧 网络全居然没有必要嘛 啊 搞他们这些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有什么意思呢 脱离严重 他妈脱离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 有他妈几个人 进得到我们的父母官 地方父母官 啊 什么时候 在老百姓面前 露过露过面 整天就是他妈的 维持自己 那个地方利益集团 搞门阀 搂钱 捞钞票 钱他们转移到海外 转移到国外 对吧 现在他妈比 大部分中国老百姓 都有觉悟 都在他妈抗击美国呢 在网上对抗美国的水军 台湾的水军 都在他妈出一份力 这些软人呢 整天就知道靠臂 就知道搂钱 往臂里面 和鸡巴麻药里面塞钱 啊 然后天天弄一堆债 给他们下一届政府 让他妈的人民去 他们偿还这些债 然后呢 自己他妈吃香的喝辣的 对吧 有好处 喜欢他们与民夺利 与民争利 那他妈我要这样的地方政府 干嘛呢 啊 早就他妈的比塔西托陷阱了 都他妈老兵游子了 啊 都无所谓的 那种那种姿态 啊 所以说呢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 第一个就是说 几个事情 一个呢 是帮城头 去划划债 啊 第二个就是说 严重的 就是说 去监督这个地方的 这个举债行为 限制地方这个举债 啊 第三要建立这个资金的 这个流向 到底这些钱流向去哪里 别你今天你敢 你拿十万亿 去划债 到时候他敢借一百万亿 到时候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对吧 要严格约束这些地方政府 啊 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 要建立起这个 现代化科学的 啊 财政监管体系 啊 甚至 动用人民来进行监督 对吧 你不要老是怕老百姓 对不对 我说过 你中央到下面 你管得到那么多 深圳性吗 对吧 你成立这些光头党 他妈的 监督这些人的行为 啊 成立民族主义社团 啊 冲锋队 专门是建筑这些人 把他们有问题 给他们 给他们来点文革式的恐吓 对吧 把他家给抄了 把他妈给拿出来批斗 这个都是有必要的 啊 是不是啊 人他妈都是有裂根性的 啊 现在有多少官员是脱离群众呢 心中有老百姓吗 嗯 每天就是自己的他妈的 那一点点 他妈的私人的事情 啊 所以说这个钱下来了啊 看下周股市怎么样吧 谢谢各位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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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